您好 欢迎收看7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花莲复理箱不在乡名 因为不满设置垃圾转运站 乡公所却没有说明 发起罢免乡长陈荣聪的行动 第一阶段提议人已达到1%的门槛 29号送交提议人名册 共90份 花莲县选委会把资料送到5个单位 进行身份查核作业 如果资格审查不服 也会通知提议人来补证资料 24号正能够认定 第一阶段是否完成 能够进入第二阶段连书的作业 即罢免高雄市场韩国瑜 宜兰原山中华村长徐通正之后 花莲县第一起罢免 按第一阶段提议人已达到1%的门槛 24号送交提议人名册90份 资料送到花莲县选举委员会之后 也按照作业的流程 把提议名册送到5个单位 进行身份交对审查的作业 过程当中如果有资格不服的名单 花莲县选举委员会也会通知提交人 进行补证 整个作业在24号才能够确认 第一阶段是否完备 针对我们这个复理箱 箱长罢免这个案子呢 那依照公职人员选办法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这个提案人身份查队的程序 那这个身份查队程序呢 其实是要经过5个机关来做查队 那现阶段目前为止 已经回来的有3个机关 分别是复理护贞事务所 人事行政总处 还有这个国防部 那议证署跟全序部的部分 还没有回来 那查队完成之后 如果有身份条件不符合的呢 我们会在10日内通知领先人 来补提这个提案人 提案人如果成立了 身份条件都符合了 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就是连署的阶段 那如果提案人不足的话呢 那等于就这次罢免案的提案成格 就不成功 按照期限的话 我们查队25日的期限 是在7月24号前要完成查队 根据学员会的资料 2018年 副理相长选举 选举人数为8782人 因此第一阶段 1%的提议人名册 却达到88人 第二阶段连署 则是选举人数的10% 也就是至少要有879人 至于要通过罢免案 必须在投票日 当天的选举人数 1%以上投票 且赞成罢免多于反对 才能够通过罢免 记得终于华世伯老